每五年一次的农林榆木叶普查作业 将从4月1号起展开至5月31号截止 为期两个月的时间 新店区公所也成立了新店区普查所 并于2月16号上午由区长林黄元揭牌启用 林区长就表示 这一次的普查将会严守三部二会的原则 请民众放心接受普查员的访问 每五年一次的农林榆木普查 将从4月1日起展开至5月31日截止 为期两个月 新店区公所也成立了新店区普查所 并于2月16日上午由区长林黄元揭牌启用 林黄元区长表示 新店区访查对象包含了农牧户 农牧场 林户等共有1952户 农林仪木普查最主要就是透过普查的方式 请我们这些农户农民朋友提供相关的资料 给政府作为市政的参考 我们普查所成立是从今天开始到7月的31号为止 在4月1号到5月31号 这个当中我们会派我们的同仁带着识别证 到跟那个公喊 普查所的公喊到各农户这边 来请我们的农户朋友来协助来接受普查 为避免民众误会普查人员是诈骗集团 林华元区长表示这次普查调查员也会严守三部二会原则 我们会要求我们的同仁遵守三部二会这样一个原则 所谓的三部就是不会洩漏我们普查的相关资料 第二部就是我们的行文不会超过我们调查表的范围 第三部就是我们不会要求这些普查户这些农户朋友 提供账户及这些账号相关的资料 而二会就是普查员会佩戴普查员证 并且会亲自递送至受访护函 请农友支持配合 接受普查员的访问 记者声明 张文琪新店采访报道